- 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路易斯,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那小路在錄影的時間點是在2022年6月6號下午的3點12分左右 跟各位分享今天的行情觀點 那今天也是我們端午連續假期三天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那今天來看的話,大盤指數小漲了53點漲幅是來到21002億 收在16605,占上了16600點的一個位置 不過整體來說,你看這個成交上就知道 觀望的態度很濃厚 應該說從我們今年的1月份這樣行情一路的往下殺的過程當中 越來越多的散戶或越來越多的投資人 甚至是主力大戶們都開始對市場產生一些疑慮 或者是沒有信心的狀況 資金被撤出來被抽出來的狀況之下 多多少少信心是潰散的 所以量能就反映出來 只有2000億 只有2000億 那你說接下來的台北股市到底該怎麼看 我覺得啦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就是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五美國要公布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 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換句話說,它其實就是一個通膨的指標啦 聯準會會非常的在意這個指標就是因為他們目前的升息的步調 其實就是根據目前升息的態勢或者是通膨的狀況非常嚴重 所以勢必要採取升息的狀況來壓制嚴重的通膨 所以如果禮拜五的時候公布出來的通膨數據真的有明顯降溫了 那聯準會可能就會,那我們就不要這麼積極的升息了 但是如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很嚴峻 例如通膨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聯準會可能真的會給你來硬的 就是他不只要更加積極的升息 縮表也會更加的激進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對於金融市場短線來講就會比較不利一些 所以你說短線上能不能出一個方向 或短線上能不能比較有一個明顯的決定點 或者是一個決策點 我覺得禮拜五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禮拜五是個關鍵 好來看一下今天的盤 算漲50幾點 可是架構部分你們發現還不錯 雖然盤面有漲多少 但是架構的部分上漲比下跌加數大概多了180家左右 盤面上今天最強勢的族群是哪裡 上市的部分來講的話是在鋼鐵的部分 鋼鐵漲幅來到兩個百分點 再來就是光電觀光等等相關的族群 尤其是觀光族群 目前看起來大家都有對於未來要解封 要開始有旅遊旺季 7月份暑假的旅遊旺季來臨 有比較好的一個期待 國際也陸陸續續在做解封 日本韓國等等都有開放邊境的計畫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之前前兩年受害非常嚴重的觀光旅遊 也都沒有人對他們有期待 都沒有人認為他們有機會對不對 但現在看起來有曙光出來了 所以這兩天不論是上個禮拜四 或者是這個禮拜一今天 觀光產業的部分表現是非常的亮眼的 連續漲了兩天 而且都站上年限 這比大盤都還要強 相對比較弱勢的是在化工電器電纜族群 還有在航運的部分 今天相對來說表現是比較遜色的 來看紀錄線圖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來到季線附近的位置 你不要覺得他會直接V上去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樣的因素 可以讓他真的直接給你拉上去 我覺得最好的狀況就是什麼 月線跟季線之間 做一個月季線的區間震盪成立 我覺得這就給他很高的分數了 因為下面有支撐 上面有壓力 走橫盤震盪整理 利用時間把均線拉平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走法 我真的覺得這是最棒的走法 所以不要有錯誤的想像跟期待 你就比較不會有心靈的一個挫折 我覺得就看整理 盤面只要整理 不要大跌 個股就會有表現的機會 所以你看量能雖然在說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板塊一個個跳出來 有沒有觀光旅遊出來領軍了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的盤視 好像都是觀光族群在維繫盤面的熱度 對吧 還有一些族群你沒有發現的 但其實我們的APP 已經有發現這個產業 這個族群慢慢的冒出頭來了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來聊 我們先來看這個 所以簡單來講 我覺得月季線震盪整理 然後只要不大跌 不要大跌 讓盤子這邊直穩 打橫盤震盪整理 個股就可以做 好 個股我覺得就有操作的機會 貴買部分 今天小跌0.08% 成長一樣 560221 是一個量縮震盪整理的格局 上漲下跌下去約莫斯各半左右 今天盤最強 你有沒有發現 也是觀光的族群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的是 觀光族群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想操作 你要用工具去選股 你要用工具去選股 剛好我們上個禮拜四 我們的APP我們的工具就有選出觀光的股票 而且也只有一檔 代表什麼 代表你沒得選 代表你是沒得選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有機會去掌握到今天觀光的一個行情 整體來說 觀光鋼鐵航運比較強 最弱勢是在光電跟網通的部分 表現是相對來說比較弱勢的 也是一樣在季線附近的整理 我還是覺得越季線震盪走一個橫盤 就是一個很好的格局了 不然你把這條黃色線 就是今天的收盤價線 對不對 你畫一條橫線來看 你自己想想看 這條黃色線以上的代表什麼 代表虧損 黃色線以下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賺錢的 所以你覺得上面是套牢的人比較多 還是賺錢比較多 當然是套牢的人比較多 所以你說他直接攻上去 你覺得有這樣的condition 你覺得這樣條件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所以我們踏實一點 好不好 先看越季線的震盪 時間給他一下 讓他把均線拉平 多方才會更有機會展開發球權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籌碼面的部分 籌碼的部分來講的話 三大法人今天是土洋對坐的一個狀況 土洋對坐買了7.53億而已 外資今天賣了22.32億 投信則是買超11.2億 外資連三賣 投信上個禮拜是到貨之後 今天又再把大部分的部位給買回來 所以他整體來說 他的持倉的水務 還是在偏多的一個格局 你看這個黃色線 我就知道他買了一缸子 內外資目前是對坐 所以今天的籌碼算是中信 來做解讀就可以了 而且金額其實差不多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期貨的部分 外資期貨多單 已經來到10257口 已經上到1萬口了 顯然他沒有要看空 我之前就問過大家了 你真的要看空的話 你幹嘛加多單 對吧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告訴你 在期權市場 在指數部分 他們沒有那麼悲觀 所以只要指數不悲觀 我剛剛提醒過什麼 個股就會有表現空間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做多 我還是一個可以去思考 跟操作的思路 普國Ratio上禮拜四是1 這個沒有改變 然後融資小增 不過增加幅度還是相對少 我現在市場還是沒什麼信心 融券的部分開始有些放棄了 有一些人開始小放棄 不過等下說 部位還是維持在相對高檔 資檢 券增趨勢 我認為還沒有太大改變 這個是有利於上漲的一個 槓桿的一個籌碼架構 關股航庫的部分 上週四是買了3.96億 是一個偏多的流倉 你看這個流倉線也是一樣 都在高檔 所以我們的內資 我們的政府都很積極的 在場內做一個支撐的動作 外資有買有賣 上個禮拜好不容易連三買 現在又連三賣 只是連三賣的幅度 是相對來說比較小的 後續就要觀察一下 他在期貨跟現貨同步的一個佈局 有沒有一致性的方向 不一致也沒關係 就是看震盪 一致的話 當然就是看那個方向為主 ok 大概是今天的籌碼的部分 我們再看國際股市的部分 國際股市來講的話 上個禮拜四跟五 其實你會發現 美股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四大指數都一樣 所以上禮拜四 上禮拜有美股幾乎是打平的狀況 沒有什麼漲跌 從架構的部分來看 你會發現月季線之間震盪 月季線之間震盪 月季線 月季線 對吧 所以國際盤都在月季線震盪 台股走月季線震盪 我覺得機率也是比較高 德股的部分 之前跌比較深的 目前看起來也是比較強 他至少走在月季線之上 法股也是月季線之上 所以顯然歐股的部分 相對位階比美股強一點 相對來說比較強一點點 不過整體來說差異不大 因為上面也很快就要面臨壓力了 所以至少我們可以得證 國際股市都只穩了 日經站上了破底帆景線 日經開始轉強 韓國股市還在地板躺著 上陣 手穩破底帆景線站上來 有沒有 破底帆景線手的很穩 慢慢給你撸上來了 尤其上海現在又面臨一個解封的利多 所以慢慢把股市撸來 有沒有 月季線都站上去了 所以國際盤你會發現 沒有真的真的那麼空了 沒有真的真的那麼空的狀況之下 短多就有個機會做一個反彈 當然要把握多方的一個行情 當然要把握多方行情 好 我們接下來再帶同學們來看 這一些我常看的指標 這每天都要幫大家追蹤的 你才能夠更加的準確 掌握到現在行情的一個脈動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叫做多空投 排列加速的一個指標 好 來我們一起看一下 指標部分告訴大家 現在是做多有利還做空有利 大家是做多有利 所以你看多空投拍照指標 一路的往上拉抬 有沒有發現 長線指標來看的話 長空加速已經快要死亡交叉 長多加速 所以顯然架構是變好的 架構變好 因為我們發現 今天指數沒什麼漲跌 但是其實個股還是有在做表現的 還是有在做表現的 對吧 所以其實架構是ok 除非你是做指數 我不敢說 但如果你是做個股的話 像個股是比較強勁的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疑慮的 好 再來看恐慌指數的指標 目前來27 脫離極端恐慌位置 慢慢開始繼續維持一個反彈 什麼時候你如果在低檔 你有去撿股票 你想開始做一些調節的話 你可以等恐慌情緒指數來到50 60 相對樂觀的時候開始賣 我通常賣的點都不會太差 我通常賣的點都不會太差 至少市場情緒已經脫離 這種很恐慌很悲觀的位置 那就代表什麼 贏來反彈坡 好不好 贏來反彈坡 至少會不會是止跌回升 再來看 好不好 再來看 你不能說漲了兩天 就跟我說止跌回升 當然要在反彈當中 慢慢的轉換為止跌回升 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看 不是說一看就說 他要止跌回升 那個沒有辦法 各位那沒有辦法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比較踏實的想法 我們再來看個股的部分 像海奇夜盤 剛開始漲了14點左右 漲了14點 小漲小跌 族群性的部分 我們之前跟大家一直追蹤的 我們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下ending 我們要來介紹 跟追蹤新的族群 我們這一路幫大家追蹤的 像高爾夫球的部分 我們今天在這邊 就會做一個ending 不再幫大家做追蹤 但這幾檔高爾夫的個股 我們都跟大家報告過了 早就獲利了結了 只是我覺得產業情形 是真的蠻不錯的 好不好 民安 民陽 居民 這些都不錯 有沒有 都維持一個波段多方的走勢 雖然很不錯 但是如果同學們 你想要再去操作其他族群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先把它拿掉 你可以先把它拿掉 因為現在資金的部分 還是比較偏向於在做輪動 因為他們已經拉抬到相對高位階了 資金就有可能撤出來 往相對中低位階的族群去跑 OK 所以我覺得 今天你可以再多加留一個族群 我覺得族群有慢慢拉起來 如果你是我們APP的訂閱學員 你一定知道我們之前 我們的APP曾經選過一檔個股 叫做6609的龍澤科 這個紅色箭頭 就是我們的APP選出來的那一天 就這一天 對 就這一天 選出來之後震盪洗盤 又給你撸上去 上禮拜四漲了4.64個百分點 創收盤價新高 今天再度大漲 漲停鎖死 漲停鎖死的好表現 所以這是什麼族群 工具機 對吧 這是工具機 你看一下其他的股票 工具機的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已經跟大家提到工具機了 雅德克有沒有漲 雅德克也有漲 上銀有沒有漲 有 地板慢慢拉起來 漢地八充有沒有發現 我們上個禮拜還帶大家特別看到什麼 是不是賺權 賺權今天也是大漲創新高 我盤中漲了大概4個百分點左右 我沒記錯的話 4個百分點差不多 ok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產業 也是在低檔 有沒有 在地板 這在地板沒問題 對吧 所以賺權你看 龍澤科拉起來了 賺權也拉起來了 是不是這個產業開始有什麼 兩三檔股票又形成一個板塊 形成一個板塊 就跟剛剛我們之前提到的高爾夫球一樣 民安民洋巨民拉起來三檔成板塊 是不是氣勢就更強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了 賺權是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APP裡面有選出的股票 同學你去吊著上個禮拜的影印你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工具機的部分 你可以留意一下 工具機的產業 工具機 因為目前都是在相對低檔轉強的位置點 就形態跟籌碼 還有他們的想像空間跟接單的狀況 等等相關綜合因素 你去稍微評估一下 你會發現真的還不錯 我真的還不錯 最大的優勢 我覺得就是位階很低 在地板的股票 相對安全很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點 我覺得這是一些機會點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每天 跟大家去追蹤一下 工具機的部分 工具機的部分 ok好 還有什麼 我們之前也幫大家追蹤的汽車AM族群 都還是維持很強悍的一個格局 像1524的梗鼎 梗鼎選出來之後 連續三天漲停板 第四天也是開高衝上去 目前在高漲震盪 這個都沒有掛點 東洋 這也沒掛點 現在創新高 現在創到42塊的新高 雖然尾盤繞路都還跌了3.5個 百分點 不過整體來說 多方格局沒有太大的改變 1522的提維西 也是一樣 選出來之後一路往上漲 這個也是續航力還算不錯 只是最近也在整理 因為最近資金在輪動 跑到觀光去 跑到觀光去了 資金就2000億 你想他怎麼樣 就2000億 所以就只好輪動 所以就只能暫停 讓這些停歇一下 然後去搞觀光股 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不代表他們後面不會漲 不代表後面不會漲 這些都還是有機會 只是如果你是我們APP的同學的話 該怎麼去出場 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了 所以這也不用小路多說 這三檔個股 也是我們APP裡面幫大家在5月份 捕捉到的很強悍的族群 汽車AM 三檔個股都有被我們SOP選出來 所以三檔個股 你不論去設哪一檔 都是賺錢的 都是賺錢的 OK好 大概是汽車AM的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帶了新的族群 工具機 然後幫大家複習一下 汽車AM的部分 再來看全資股 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最近還是在整理 還在整理當中 投信的部分開始有一些 逢高反彈的調節 不過還是在打平台 月季線之間整理 不過我今天比較強是聯電 聯電已經冒出頭來 創近期的新高 拉尾盤 今天漲2.5% 聯電我覺得越來越有機會 去測試上方的套牢壓力區 也就是年限跟半年限附近的位置 我之前跟大家提醒過 聯電我覺得不錯 對不對 台電也不錯 有沒有洗一洗在你 你會慢慢發現 好像又沒事 又要上來了 如果真的往上反彈了 來到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這個地方 我可能會先走一趟 我可能會先走一趟 因為上面的套牢壓 也很蠻沉重的 再加上 這裡有空方跳空缺口 大家有看到嗎 這一天大跌 對吧 位置不是很靠近了 所以代表這個地方 會有蠻大幅度的震盪機會 所以如果真的後續 有反彈上來的話 當然就跟他說 古拜一下 短線做個價差 這是我的想法 OK 聯電的部分 那台電當然 我覺得這長期看好了 那就是繼續讓他打 橫盤 橫盤正當整理 然後聯發科地板 有沒有 拉起來了 站上了季線 然後紅海更不要說了 超強的全子骨 往上拉抬 所以護國神山群 我跟大家提過都沒事 都沒事 你覺得指數還會再大跌嗎 我覺得機率比較小 不是不會 是機率比較小 所以我願意在這邊去做多 OK 資金我剛才講過 在輪動 現在跑到觀光去 對不對 所以其他的族群 可能量能都比較小 像長榮走橫盤 羽明 陽明橫盤 有沒有 然後萬海也是走橫盤 這個是貨櫃三雄的部分 26006的羽明 跟2637的惠陽 也是走橫盤為主 整體來說 我覺得貨櫃跟散裝的部分 應該這麼說 貨櫃今年度的獲利數字 應該沒有疑慮 簽約都簽了 算一下 大概都知道多少錢 所以法人顧的EPS區間 沒有說差異真的到那麼大 但是明年的部分 雜音就很多 有人說明年會維持高運價 有人說明年運價會大跌 那邊走邊看 只是說這類型的股票 我只想提醒同學們 是說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籌碼很亂 因為太多散戶在裡面 你看這個幾萬張 7萬張的成交量 這一堆的投資人在裡面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種股票 他就會走大幅度洗刷 因為要把散戶甩出去 要讓散戶沒有信心 主力才要拉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一直洗 如果你不想要洗來洗去 你覺得很煩的話 你就不要做貨櫃跟散裝 航運的股票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不然這些股租群一直洗很煩 對不對 你覺得很煩 你可能也抱不太住 所以我覺得 這個類型的股票 可以交給高手去做 我們一般的同學 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我們就去做什麼 就去做 你該做的 好做的 或者是符合SOP的股票 你這樣子操作起來 會輕鬆很多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跟大家報告這些族群 我們來看今天的選股 今天選股也挺有趣的 大家知道我們上個禮拜的選股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了 講那麼多次 就有賺權這檔股票 對不對 有賺權這檔股票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今天是漲停版的 是8940的新天地 這也是我們上個禮拜 5App裡面的股票 盤整之後的第一根 今天直接開高 衝漲停版 這就是觀光的股票 有沒有 這就是觀光類的股票 所以資金往觀光 這部分來看 小鹿 我想做觀光類股票 怎麼選 你打開我們的APP 你沒得選 就只有新天地 要不要做看你自己 要不要做看你自己 結果你發現漲停版 有沒有 非常強的股票 所以我們的APP 一個蠻大的競爭優勢 就是它可以幫你 減緩很多你選股票的時間 直接幫你去把你的池子 縮小 你在選股上面會超級有效率 好不好 超級有效率 我們來看今天選股 今天選股來講的話 今天很多的光都在漲 連一光 先進光 有沒有 連一光 先進光 為什麼 因為大力光大漲 因為大力光的營收開始回溫 市場覺得沒那麼糟了 今天就漲了快要8個百分點了 所以資金的部分 開始往一些中低基期 或者是之前都沒有人要理的股票裡面 我慢慢開始琢磨 所以你會發現 低基期 低檔的股票 反而有一點慢慢拉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 賺權 這是我們上禮拜講到賺權 有沒有 就拉起來了 喬福祝榮 倩喬遠雄 達邁利奇 我今天股票很多 我今天玩蠻多的 所以代表什麼 盤沒問題 各位 這麼多 我就告訴你盤沒問題 就做多 好不好 就做多 然後基歐重買的部分 股票數量也是不少 也是不少 然後低估的部分 龍澤科有沒有 工具機 所以我是不是跟大家講到 工具機的部分 你看到 剛剛你看到賺權了對不對 你看到龍澤科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代表工具機的部分 有題材 有想像空間來了 我覺得你就可以留意看看 我就可以留意看看 這個族群跟產業 那相關的個股 也指標鬼給大家看了 就龍澤科跟什麼 龍澤科跟賺權 龍澤科跟賺權 這樣你把它當作指標來看就可以了 那今天來看的話 如果觀光相關的個股的話 只有一檔 我沒看錯的話 高齡也算 高齡只是這個也是 百貨股票而已 不是觀光類的 劍湖山 很多同學可能會訝異 小鹿劍湖山 真的假的 劍湖山 大家就知道就劍湖山 他是奶視集團的觀光股票 觀光股票的部分來講的話 最近觀光是不是很飆 觀光很強 所以這一類型的股票 只要有一點想像空間 暑假來了 大家要開始瘋狂的出去玩 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 或是這兩年來受害很慘的 這種劍湖山 遊樂樂園 有沒有機會報復性成長 市場在玩的是這個 所以他被我們什麼策略選出 你覺得他會是基優股嗎 你覺得會嗎 前兩年虧成這樣 怎麼會是基優股 所以他是被我們什麼策略捕捉到 天羅地王 也就是說他可能有某方面的技術面 或策略面的優勢 才會被我們的策略給選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劍湖山 如果你真的想做觀光客股 你沒有做到新天地的話 劍湖山你可不可以留意 可以 一張三塊錢的股票 一張三塊錢的股票 這個是 非常便宜的低門檻 隨便一個人都有辦法去做的股票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像這種 這種股票 我知道業績不怎麼樣 因為現在 應該這麼說 現在觀光類的股票 或者是這種飯店的股票 哪一間營收好了 都是在做想像空間 可以理解吧 他們去年那麼慘 不會有好成績的 但就是一個想像空間 所以他們不會是基優股 也不是低估股 他就只會在天羅地王出現 所以我倒覺得 如果你想嘗試做觀光類股的話 我覺得劍湖山可以看 好不好 劍湖山可以看 當然怎麼操作 我們的學員都知道 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也想說 小鹿我也想利用SOP的方式 去快速的增加我選股的效率 每天花5分鐘 就可以完成 你明天要操作的一個規劃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 我當然有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直接來下載 我們小鹿台股13的APP 然後直接到內容專區裡面 去看我們的VIP的文章 會告訴你 手把手的告訴你 怎麼去設定 怎麼去設定這一些策略 讓他達成SOP的操作 也就是我看到的 你看到的會一模一樣 這樣的東西才有學習的價值 所以很多時候我不太喜歡 就跟大家說什麼 什麼產業前景 畫什麼線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的 跟你看到東西不一定一樣 既然我們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還有學習的價值嗎 學完之後我看到跟你看到的 怎麼可能還是不會一樣 還是不會一樣 所以我特別強調的是說 我們的SOP 是我看到的跟你看到會一樣 這個東西才有學的價值 是吧 所以這是量化的思維 這是量化的思維 所以如果你也認同 你也覺得說小鹿 我也覺得學習一個這樣的方法 還蠻方便的 省時間又有效率 而且最近看起來真的都不錯 你可以先去下載我們的APP 並且訂閱我們的APP 訂閱我們的APP 你就可以馬上去掌握 這些關鍵的SOP的 一個操作的條件 OK 我們今天的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學們 分享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內容 有幫助你的話 再幫小鹿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學習最標準化 最SOP的操作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APP 今天影片內容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感謝同學們的收聽 我們明天見 拜拜